新版十月初五的月光拍摄 进行得如火如荼 这天吸引万的一家齐齐开工 林伟和姚嘉丽的角色经常吵个不停 他们也觉得演起来很费神 我跟我老公常常都要吵架 每一场现在我们拍了几天 我们都打成一片的 每一天见面打成一片 打得很开心 还有火花 这是好的火花 对 还没有跟我的女儿一起拍 我好期待 其实我自己也蛮期待 就是跟一家人的这种戏份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性格 其实很不同 所以应该会有不小的火花 邝杰盈饰演的万家千金 由于是新角色 所以对朱棣来讲 也算是一个新挑战 其实这一次我在戏里面的 对性格还有情绪上的转变 还蛮大的 然后也是自己没有挑战过的角色 所以其实我还蛮紧张的 就是刚刚新年的时候 就是有放假 但是就是不同看 就是不同类型的剧 就是希望可以吸收不同 对那个经验比较小 所以就想说 就是去学试一下别人的演技怎么做 不知道是不是有其父必有其子 演林伟儿子的武富乔 和剧中的老婆阮家敏 关系也一样很差 其实我们的关系是比较复杂 还有不是很好的一段关系 因为我们都不是很情愿的 结婚 的情况下结婚 对所以我们其实我们之间是没有感情的 那那个吵架戏你怎么去准备呢 因为我最近我有跟那个 我要想这个艺术课 然后又跟那个老师学 然后他有跟我研究一下那个剧本 怎么做啊 角色怎么做 那挺好的我觉得 和Mandy做夫妻 真是令别人非常羡慕 不过Alvin就说 阮家敏在剧中经常给他戴绿帽 我就是一个很爱玩的女生 对对对 常常给帽子我戴 那你的角色跟你本身本人是相似吗 其实也蛮相似 对特别是在性格方面 对就是很正直 很老实 做什么事都有规矩 对